所以要特別注意 以前的陣列是型態一定要一樣 但是串列允許不同 這個概念其實我覺得跟Excel也蠻接近 因為Excel的儲存格有一個特性 就是你放什麼資料都可以 你放文字也可以 你放數字也可以 你放日期也可以 有沒有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包容性很大的這種工具 你會發現就很受歡迎 那如果那個儲存格他就硬性要求你一定要哪一種型態 那很難用 所以以前的像SS資料庫 他變成說你要放資料進去之前 你就一定要先定義好 你沒定義好 很抱歉不行 那有一種可能就是你定義的型態 跟未來進來的資料不一致的話 那當然你就會產生怎麼樣 寫入錯誤 有沒有 那不行 所以以前的那個資料庫這樣來看的話也不好用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要先知道 到底你未來可能會放什麼資料 那你再寫入資料 那這樣有點不太合理 那Excel就沒這個問題 Excel反正你放什麼都可以 有沒有 你放數字 放文字 放日期 他好像從來沒有要求你一定要放什麼的問題 沒有 所以顯然這樣看起來好像 這個Excel在處理Big Data上面 其實也會優於傳統的資料庫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Excel會得到大家喜歡的原因 OK 那底下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的程式改成 共有幾位學生 然後把總分加在這個地方串進來 然後平均串進來的話 那當然我們這邊會需要有三 應該算三個計算結果 當然也可能可以先放在變數裡面 那這個幾位學生很簡單 你就在那個串列外面加一個LEN 剛剛有講過 LEN 然後把串列放進來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 總分的話 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串列外面加一個SUM就可以了 SUM的話在Excel裡面有那個SUM 函數 那其實在Python也有資源 那平均的話 你想說 那老師是不是Excel裡面有那個AVERAGE 這個函數 平均 但後來我找一下好像Python裡面沒有AVERAGE這個函數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反正我只要知道總分嘛 然後也知道幾個同學嘛 那把它相處比較好了嗎 總分除以幾個人 那不就是平均的 OK 所以我們寫的方式 我把它寫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類似像這樣 那首先有幾個學生的話 那我就在Print裡面放一個什麼 LEN 然後把SCODE放進來 那前後再去串共幾個學生 那因為共跟未學生是文字 所以記得一定要轉型 把 比如說我輸入四個嘛 所以原來是這個四 四個學生 LEN他得到四個學生 那因為要跟他串 所以我把它用轉型 把他共四位學生 那四位學生就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那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要計算總分跟平均 所以我在前面加一個變數叫TOTAL 然後我就把這個串列 比如叫SCODE 外面其實再加一個SUM就可以了 他就幫我把它加融起來 存到TOTAL裡面去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用SUM 那所以我把TOTAL除以什麼 除以他這個 LEN裡面的幾個 比如說總分除以幾個人嘛 那就會得到他的平均 所以我前面加一個 AVG的變數 那最後如果說我希望把那個什麼 最後的訊息輸出嘛 那當然這邊會有兩個需要輸出的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本班總分 那當然以前是把這個TOTAL變數放進來 但是要轉型 然後平均幾分放在這裡 可是如果我以前的寫法這樣 我這假設我們用 以前的寫法這樣 就是TOTAL放在這個幾分的這中間 但是記得一定要什麼 先把它結束 然後串接嘛 對不對 串接 TOTAL要轉型 有沒有 然後後面還在串 然後還要一個後雙以後 有沒有 就是把TOTAL放進來 那平均幾分的話 當然這個後面一樣在串什麼 串AVG的這個這個層積 把它串到這個後面 但是一樣 因為你前面是文字 後面是一個數字 所以記得一定要怎麼樣 再轉型 STR 然後轉型 那這樣寫好像有點麻煩 所以一般的話呢 我們會加一個Format在這邊 然後其他還有什麼 最高分 最高分很簡單 就是MAX 因為這個串列裡面 我們在表格裡面有講到 你MAX最高分他就取得最高 最低的話就MINI 那這邊有一個錯誤 應該是後瓜虎加一下 OK 那這樣完成 所以幾個學生 我們來再執行一下 執行 然後一樣啦 我就簡單輸入幾個人的成績 假設一樣輸入四個人的成績 最後輸入負1 OK ENTER 得到結果 一樣我把這個是上面的成績 放在串列 print出來 然後共有四位學生 所以用LEN 得到幾位 這個串列裡面的數量 然後再來就是總成績 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一下 這邊其實也是可以放大 然後這邊的話 總分是幾分 有沒有 把這個放在這裡 那平均幾分這邊也會出現 OK 那這裡的話剛好 因為算完的平均剛好 取到 它剛好是整數 所以它沒有一堆小數點 那當然未來如果說 我希望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特別注意 這邊的程式撰寫 總分幾分 平均幾分的話 那我是建議 可以把它改成 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Format的函數來寫 我還記得吧 這個Format也滿重要 因為你要做資料的格式化 不用Format 其實會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你變數特別多的時候 像這邊有兩個 那如果要把它改成像 我銀端上面寫的 我是這樣 你就不用轉型了 直接在這個地方加個大瓜糊就可以了 幾分嘛 那所以第一個大瓜糊 另外平均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再加一個大瓜糊 平均幾分 也就放兩個資料 如果前面假設說我有放兩個資料的話 那後面記得就點Format 要給兩個參數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Format 這邊Format 刮糊 然後就給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這個東西的變數叫什麼 叫Total 所以你把這個第一個參數把它放到刮糊 第二個的話豆點 第二個應該是放平均 那平均的話就是AVG 就把這一個放在第二個參數裡面 好 那這樣他就知道 這個就放這邊 這一個就放這邊 這樣一個蘿蔔一個坑 對好 OK 如果假如說你希望平均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這個蠻常用到 那就是什麼 冒號 點2F 就加一下 但如果你不取到小數點的第幾位的話 這個是不用加的沒關係 這個是指的是什麼 我要取到這個小數點第二位的這個寫法 這邊一樣有錯 所以應該是後面後瓜 我用往下 OK 加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理論上是OK 最後的話底下 還有提到那個最高分就Max Max的話看一下 我跟你講這裡面最高89沒錯 最低的話就是85 OK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那個 這個底下 包含這個LEN函數 特別說LEN蠻重要的 常會用到 然後其他像SUM函數 可以把這個串列做計算 再來的話 平均就是用加總的結果 除以總共有幾個人 其他有像Max、Mini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計算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報表的一個結果 OK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得到 應該包含上面 所以這個地方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城市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看到 應該就是在底下這邊吧 我看 我這個是第一個 剛剛的 第二個的話在下方這邊 在第三頁的地方 OK 好 那再加入就是計算的統計結果 OK 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因為這邊的話是 自己逐個逐個輸入 那自己輸入的話有個缺點 就很花時間 如果一個班上假設是 現在一個班假設25個人好了 變老師要一直起成績挺麻煩 而且起成績有個 就是說人工輸入 我覺得很容易打錯 對不對 那如果像我其實像 每個學期末 我最怕一件事在教成績的時候 我怕打錯成績 因為學生成績只要打錯 哇 而且你成績送出去 那就非常非常麻煩 因為要改成績這件事 哇 那真的是 還要上公文 還要開會 還要報告說為什麼會有錯誤 所以理論上我在打成績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每次就是 所以如果假設他有賄賂功能 我基本上就盡量要賄賂的 我不要用自己打 自己打的話非常容易出錯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假如說我希望後面 這些成績我不要用打的 那假如說剛好教務處 他已經有給我一個檔案 裡面的話就是學生的成績 但是我有個需求 我總不會笨笨的 我還要把他列印出來 然後再把他踢進去 那這樣一定會容易出錯 而且還要列印不環保 對不對 有沒有 列印出來 然後再打 OK 不過我發現好像這個 職場上很多人就是這樣 再列印 然後再打上去 然後又打錯 對不對 很多 我覺得怎麼會 你直接匯進來就好了 因為他不會 OK 他只能這樣做 而且資料一多的話 他甚至還找公讀生來幫忙Key OK 真的覺得 但如果你會賄賂的話 那這事情就簡單了 所以待會兒我們可以再來改一下 就是我可能會有一個乘七 那這個乘七就不是自己輸 而是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在外部 那我要怎麼樣把外部的檔案 讀到裡面來 然後自己幫我塞到那個串列裡面 然後自動就把統計結果統計完畢了 這樣感覺會比較流暢一點 可是後面會有一個功能需求 如何讀取外部的檔案 OK 甚至讀取外部的Excel 所以如果Excel可以直接讀進來 那你就可以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然後再把結果吐出去 吐出去如果也是Excel的話 那會更好 不過我們按部就班好了 檔案比較簡單 Excel比較難 我們難的部分我們就慢慢一步一步 今天的重點就是先檔案再Excel OK 如果這個可以做到的話 我想應該以後你工作上就很好用 Python真的就可以真的發揮它最佳的戰力 如果可以跟Excel做銜接的話 OK 試一下把剛剛這個地方稍微熟悉一下 因為你在Python要延伸到Excel 一定要串列啦 有點像一個橋樑的角色 如果你串列不熟 那後面都不用講了 我發現很多同學都卡在串列 連基本的串列的一個架構都不太熟 就容易出錯 OK 試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如何讀檔 跟如何存檔 讀檔跟存檔 我覺得這個也是Python很厲害 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然後程式很短 試一下